看到Mila就知道 又有好的产品跟新的产品 要来分享跟推荐给各位朋友了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在我们资彩系列里面的 资彩绿湿绒的精油的附法组 那么精油附法组呢 各位看到了吧 很漂亮的包装对不对 绿湿绒呢 就是我们在铝箔包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天然酪梨果油 那么这个天然的酪梨果油来头可不晓 它是精油欧盟组织认证的一个有机的原料 所以我们也称为它是一个有机的天然的附法霜 里面的主要成分呢 就是所谓的天然酪梨果油 那我们都知道了酪梨果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不饱和的脂肪酸 所以呢不管是酪梨油呢 在食用上面对于人体的血管是没有负担跟阻塞的 那么对于在绣法上面呢 它的一个纸质的量呢也是非常非常轻的 所以在你附法完之后呢 不会让头发是感觉上是非常沉重的 它反而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跟非常非常的滑顺的 所以呢在附法完的时候呢 你会特别的去感受到 酪梨果油所带给你的一个滑顺跟服帖的感觉 所以附法完之后呢 头发是非常非常光亮的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脂彩律师农金油附法组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这个有机的酪梨油 那这酪梨果油呢 主要的成分呢 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A、E以及C 它是由酪梨的合果中呢 萱取出来的 那么酪梨果油呢 主要呢就是有效的去改善皮肤的干燥以及老化的现象哦 所以呢它主要呢 在我们的绣法里面呢 去可以改善干燥以及枯黄 以及可以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基础油中呢 如果我们加入了10%的酪梨油呢 可以对于皮肤的一个加强保湿 跟吸收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抗氧化的能力 那么酪梨果油油里面有不饱和的脂肪酸 主要呢 当然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有机的酪梨油 我们把它添加在我们的姿彩 绿湿容精油的附法组里面呢 主要就是可以改善秀发的干燥 以及枯黄以及受损 最重要呢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秀发 有更多的保湿以及油脂还有滋润 附法滋完之后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秀发所带给你的滑顺的感觉 OK 那么听完了Mina呢 跟各位介绍 以及讲解了酪梨果油的成分之后呢 怎么样 非常棒吧 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来体验一下 我刚刚有提到过呢 就是在我们的绿湿容精油护法组呢 它的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 所以每一次呢100末的一个容量呢 是可以满足 不管是中长发或是长发的这样的消费者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所以每一次呢 只要是一小包的精油护法组 就可以让我们的绿法得到更多更多的一个呵护 以及质量 所以呢 在这样子一个包装 以及在这样子一个小巧的一个精致袋里面呢 我们不管是在自己使用 或者是馈赠给亲友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除了在包装上面呢 那么在使用完之后呢 可以让我们的绿法得到明星般的一个呵护 感谢观看